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过31亿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这张照片 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奇怪的地方 这个魏力彩呢 的广告上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说大小全餐 比较容易重 那所以魏力彩也有不同的买法 会让你中奖的几率不一样吗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个彩卷 魏力彩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先从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一个中彩卷的故事来看起 那这个就是 2005年到 2010年美国麻州 有一个乐透事件 好那这个乐透事件呢 就是在讲一群人 他们去集资 利用了数学赚大钱的故事 好我们来看看他的游戏规则 那这个规则呢 是从1到46中选取6个相议数字 那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如果呢超过200万 累积超过200万呢 本来要中满6个数字 才可以拿到奖金 但是他的特别规定就是 超过200万以后 只要中了6个数字里面 随便5个数字 等于说就中头奖了 看有几个人满足这个条件 就可以来分享这个头奖奖金 那经过计算呢 他这个彩券本来只卖2美元 但是其实如果是一注独得的话 期望值居然是超过50美元的 那当时就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情 他们就去买这个彩券 买很多很多 因为期望值是正的嘛 你只花了2元 却有50元的期望值 当然有可能跟别人会分享到这个奖金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两个人分享这个奖金呢 这个期望值50除以2也还有25啊 10个人呢也还有5元啊 所以这真的很值得去买 应该是要大买特买才对 好那就有一票人在这6年间 就靠着这个期望值为正 一直买一直买 赚走了大约800万美金 那这是取自纽约时报的报导 好那再介绍这个 这个麻州的彩券故事 我们要做一些电脑模拟 好那这个电脑模拟介绍之前呢 我们要来认识一下 一点点的符号而已 好首先是所谓的组合数 然后跟它的记号 用C来表示 就是我们如果一个很简单的情况 12345要选出两个相议的数字 那总共呢就会有这个 有几种啊 就是会有12是一种嘛 两个数字 13也可以 1415232425 然后343545总共10种 那我们把它记为5个取两个 出来有10种 用这样来记 那如果是刚刚的那个彩券的话 就是从46个数字中 选出6个相议数字 那所以呢 123456就是一种 那它其实还有很多 123457 123458 12345还可以一路到多少 7还可以改成46 那再来不一定12345开头啊 23456 然后再搭配很多很多的数字 总共会有这么多种 那把它记为46个取6个 有这么多种 那至于这到底怎么算的 我们现在先不细谈这怎么算 其实在高中的课程里面 都会介绍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算法 就不细谈了 我们就直接 用电脑来帮我们算 好那电脑怎么算呢 我们会透过这个软体 R软体它是一个免费的 而且功能很强大的自由软体 大家去Google R就可以了 就可以下载到这个软体 那它是用在很专业的统计 跟模拟上面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牛刀小事而已 好那我们来看看它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刚刚我们这个用 12345然后自己去算有几种 10种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就输入这个指令 Choose C-H-O-O-S-E 小刮虎5 122它就会直接输出10 待会我们就来试试看 那更复杂的这个 哇塞这个是900多万种 46个数字要取6个数字 那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取法 那就是大家记得Choose这个指令 它可以帮我们算这件事情 我们不去讨论到底它怎么算出来 用电脑帮我们算就好 好再来呢 如果是1-46 会得到一个等差数列 就是123456到46 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令是Sample 在R里面你输入Sample 然后1-46就是刚刚的这个 123到46的这个数列 然后逗号6呢就是告诉电脑 好请帮我抽出1234一直到46 这46个数字中抽出6个数字 那它可能抽出什么 2468046 可能这个就是它抽出来的 然后等等等有900多万种 好那我们就来用R软体试试看 好大家来看看这就是R软体的界面 那它其实也很像一台计算机 那你比如说你打1加2 按Enter它就会告诉你是3 那1 2 3 乘以456 它就是一个乘法 所以它加减乘除就像计算机一样 所以它其实虽然是一个很专业的软体 但其实这些功能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计算机就可以了 好那右键把它清除一下 我们来看看它比较特别的功能 那这个是刚刚有讲到的 Sample 好我们让它执行一下 诶 它这个指令一下下去以后呢 它就从1到46的这个正整数里面选出了 42 18 13 11 21 29 好那其实就是电脑选号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再按上 按上它就会把刚刚指令再重复的出现 按Enter 它又再抽一次 那又抽出了6个1到46之间的数字 那我们再按上它又可以再抽出来 所以呢待会我们就要利用这个Sample的指令 那就好像我们去彩券行电脑选号买了一张彩券一样 那比如说第一个抽出来的就是 就是开奖号码 然后底下我们一路的抽下去呢 这些就是 诶看看有没有跟开奖号码一样 那要权重才会得到投奖这样子 好那就是Sample的指令 那1到46这个东西我们也来看一下 1冒号46 它就是给我们一个数列 1234一直到46 那1冒号 比如说到13 那就是1到13的意思 好 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Sample 跟这个冒号的指令 再来呢 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会用到的指令 差不多就是右边这些而已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 Y等于Sample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Sample抽出来的东西 记录在Y里面 所以我这里输入一个Y 它就会告诉我 这个Y呢 就是刚刚我抽到的东西 然后我再打一次Y 它不会再抽一次 Y就固定了 这就是已经中奖的号码就固定了 那再来呢 这个N等于20万 就是我们模拟 买了20万张彩券 那这个N等于20万 我们也让电脑读进去 那我打N 它就会告诉我 20万 这是科学记号 2乘以10的5次方的意思 这20万 好再来呢 这S比较特别 S等于0 S等于0 这个呢 它打S进去 S就是0 那它是拿来记录用的 待会我会说明它怎么记录 好 那现在开始了 现在呢 我们要请电脑 去买20万张彩券 那怎么买呢 它其实 这样子嘛 这个就是它说的指令就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看 这指令下下去以后 你看电脑 要花一点时间 去买了20万张彩券 好那 这个指令下下去以后呢 它就是从 1到N I是一个变数 I呢 从1开始 一直到N 那它做了什么事情 那从1的时候呢 X呢就是 sample 就是抽出了一组 就是买了一张彩券的意思 那买了一张彩券以后 那这边就要请电脑去对讲 就到底说这张彩券到底有没有中奖呢 那这个有没有中奖我们必须要去看 它跟开奖的号码在这里 347 3127 10 33 到底有几码是一样的 那这里电脑会去判断 Intersect X跟Y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X你是你买了彩券的号码 Y呢 Y是你刚刚已经设定好 开就是开这个奖 那他们的Intersect 就是他们的交集是谁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先把X叫出来看看 这最后X是长这样 455 15 28 9 42 这跟我们的这个开奖的号码 有没有34 没有 7也没有 31 也没有 27 也没有 10 也没有 33也没有 所以它跟 我们的开奖号码根本是完全都没中的 那完全没中 我们来看看电脑 执行这个指令 它就会 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得到 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就是什么都没有意思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再 试试看 比如说一个Z 它是一个数列 数列用C去 去把它 表示出来 我们就来找一下 让它跟Y有 一样的数字 三 四 然后 十 哦 十也有 然后 七 这中了 三个数字 然后来一个不中的 十一 十二 好 然后 四 六 好 如果Z长这样子 那我们呢 让 电脑去判断 Z跟Y 它们的交集 哦 它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三四 十跟七 是有中奖的哦 好 那再加上前面 一个指令叫做这个 LENGTH 再加上这个指令 它就可以去算 它是算LENSE是长度的意思 那我们再加上这个指令 它就可以让我们去算呢 这个到底有几个数字是一样的 所以呢 像刚刚这张 三四 十 跟七 它应该就会有三个数字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 LENSE INTERSECT 它就是要让电脑去判断 哦 有几个 是有中奖的号码 那如果 这有加个EF 加电脑这样判断 如果呢 大于 或等于5 就是说你中了5个或6个的话呢 请把S 改写成原本的S再加1 原本的S再加1哦 所以我们的原本S是记录用是0啊 那如果当你 这20万次 这样子请电脑去对讲之后 发现真的有中奖的话呢 S就会被覆盖 改成S加1 就是加了1个 所以呢 我们可以赶快来看看 这个S 最后是多少 8 8的意思是什么呢 8的意思就是说 刚刚我们请电脑去买了 20万张彩券 那有几张 是满足有中到5个数字或6个数字的 那S从0开始 如果有的话就加1 有的话就加1 最后呢 是有8张哦 只有8张哦 我们可以 把这边先清除一下 再请电脑 买20万张彩券 实行 然后我这里最后已经加了一个S 所以他会说 哦这次呢 你会中5张哦 会中5张哦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请他再跑一次 又是5张 又是5张 再跑一次 这是3张 好 那 那大家有想到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我们买了20万张彩券 按照刚刚 的资料 一张彩券 是卖2美元哦 所以20万乘以2 那其实你只花了40万美元 40万美元 你 有3张中奖 代表说 那超过200万的彩金 你一定是可以分的 如果呢 没有其他人中了 那恭喜你 花了40万去买彩券 结果你得了200万回来 那如果另外还有人跟你分 你也可以分得100万回来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做的事情 总奖金200万 那我们这都看过了 所以就 下一页 那 这个呢 就开始来计算 它的几率了 那 总共46个号码 选6个号码 其实 总共不同的组合 也才936万 6819种而已 那我们来看看 6个数字全中只有一种 那 如果恰好 要中5个数字的话呢 那就是怎么样 这6个数字里面 你不一定要中他 特别拿5个嘛 你其实6个数字里面选5个 有6种可能 有6种可能 比如说 他开讲了6个数字 就123456 那你如果中了12345 那也是中了 就是说你拿12345 然后另外一个是7 你也是中了 那你拿23456 然后另外一个数字是8 那你也是中5个 你不一定要中前面的那12345 所以呢 其实这样子6个选5个 稍微想一下 那应该是有6种 那再来呢 就是从不中的40个 要选1个 因为你 比如说123456是中奖 那 你中了12345 剩下来的那个数字 6拿掉12345拿掉 还有40个 40个 比如说你要放7啊8啊 46啊 总共还会有40个选1个 让你去选 那总共会有240种 所以呢 如果 按照他的这个特殊规则 5个数字也可以分得投奖 6个数字也可以分得投奖 那总共呢 在这么多种组合里面有240再加1种 都可以来分得这个 奖金 那所以呢 就是全部的组合这么多 可以分奖金的组合这么多 其实中奖的几率算起来呢 是大概是2.57除以10万这么多 除以10万这么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一注独得你就得200万 那你中奖几率有这么大 那200万乘以他的几率 所以呢 你一注独得的话 你期望值是超过50的 可是你要记得你只花了2元去买 所以当时就有一群人 他们就开始组织 一直买这个彩券 那我们来看看 那 像我们刚刚的模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担心 虽然中奖的几率 10万分之2.5 对不对 中奖的几率10万分之2.57 可是呢 我们也没办法保证 买10万张 就一定会中 一张啊 如果你10万张 真的运气都很不好 都没中 那你花了 20万的美金 结果呢 投奖还被别人拿走 那不是很糟糕吗 所以呢 我们除了像刚刚那样子模拟 去看看到底 你要叫电脑买了10万张 可不可靠 还是你应该买20万张 还是应该买30万张 你才可以 保证拿到投奖呢 我们可以拿来 再继续计算下去 你一张没中奖几率是 几乎就是1啦 因为是 中奖几率很低 所以没中奖几率就很高嘛 这是一张的情形 那如果你买两张 都没中奖的几率 不就是这个 一次不中奖 又再一次没中奖 所以就是没中奖几率 乘以没中奖的几率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的二次方嘛 对吧 那再来呢 如果你 十万张都没中奖的几率 这就有意思了 就是你没中奖 这个很接近1的数字 比1小的数字 的十万次方嘛 这个其实很接近1的数字 给它十万次方以后 其实就很小了 所以呢 你买十万张都没中奖的几率 其实已经小于一成了 那所以呢 买十万张至少中一张的几率 就超过九成 如果你是这一群集资来拼头奖的人 你觉得十万张够吗 那我们可以再继续算一下 买十万张要花20万美元 但是有这个几率可以回收200万美元 当然这是没有人跟你分享 那有人跟你分享 其实也不会很凄惨 你看哦 十个人跟你分享 你还是可以回本 对不对 所以其实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二十万张 要花40万美元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拿去 刚刚十万次吗 二十万次方 真的想去算一下 那真的算一下呢 就会有 这虽然不是万无一失 但是呢 大概也是百无一失了 的几率 你可以收为两百万美元 那我们 就可以来透过 R软体来看看这件事情 有没有 这个刚刚就是我们拿二十万张彩券去跟他拼 都可以 拼到头奖 再拼一次 再拼一次 这个几乎是百无一失的 还是拼到 再来一次 还是拼到 那如果改成十万张 十万张就是 有超过九成 可以让你拼到头奖 这个就比较选 我们来看看十万张 能不能拼到头奖呢 有 应该十次会有差不多九次拼到 十次他会有九次 有 再来 这差点没拼到 三次 再来 四次 再来 五次 第六次 还是有拼到 再来 第七次还是有拼到 再来第八次 第八次还是拼到 第九次 还是有拼到 所以 我们 十次 十次都拼到 所以 这个就由大家自己去衡量了 买十万张只要二十万美元 买二十万张 要四十万美元 那 收回两百万美元的几率 分别是这样跟这样子 这个我们透过电脑去模拟 就更加有信心 到底 自己这样买 到底可不可靠 好 那经过我们这个 麻州热透事件的探讨 我们对于怎么算机率 跟怎么利用 电脑来帮助我们模拟 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 更复杂的 威力彩 那威力彩的规则 它比较复杂 一开始是所谓的第一区 是三十八个数字 选六个 比刚刚四十六个 选六个要少 但是它还有第二区 第二区呢 是有八个数字 要选一个 那 所谓的重头奖呢 就是前面的三十八个数字 的六个要全中 还有后面八个数字 它比如说它开出来是二 你也必须要选到二 这样子 才算是重头奖 那如果是二奖的话呢 那前面 六个数字是全中 后面那个数字没中 第二区没中 那三奖就是 它开出了六个数字 你只要中其中五个就可以了 但是后面第二区你还要中哦 这样子是十五万 然后它一张彩券 是台币的一百块 那它还有其他的四奖五奖 六七八九 一直有一个到一个普奖 这样子 那 我们 真的很好奇啊 很多家彩券行都说 要买小全餐 大全餐 还有什么 必中全餐 比较会中奖 像刚刚我们一开始看的那个海报是这样写的 那他说这个也叫聪明组合 那事实上这一次 三十一点二亿的投奖也开出来 据说他就是买大全餐 买了大全餐他就中了 投奖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吧 是不是真的买全餐 比较厉害呢 那我们来看看 随机买跟买小全餐 它的差别在哪里 那随机买意思就是很简单 就是第一区一到三十八随机取六个 搭配第二区一到八个就随机取一个 那所谓的全餐 小全餐 小全餐 它前面呢 一样是随机取的 但是呢他一次要买八张 这八张的第二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要各买一张 就是保证你 开奖的号码出来以后 你这八张里面 一定会有一张 第二区会中奖 诶 这是不是聪明的组合啊 是不是比我们这随机乱买更好 大家觉得呢 我们来看看 首先可以想想一种情境 那就是 假如你买了很多张了 当然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买 那我们我们只是先想想 如果是买很多张的时候 比如说买八百张 那其实随机买 它的第二区 因为是随机嘛 所以呢一是不是也差不多一百张 因为随机就八分之一会买到一啊 二 也是八分之一会买到啊 所以你买了八百张这么多张 二也差不多是一百张啊 那三四五六七八也各约都是一百张啊 所以呢当你买了很多很多张的时候 其实 这个小全餐 跟 我们随机买 差不多意思嘛 所以呢 在买很多张的时候 其实小全餐应该是没什么差别 跟随机买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来讨论这个 一般人比较会买 不会买到八百张嘛 一般人 可能就是买个几张 那小全餐呢就是希望你一次买八张 它保证你第二区一定有一张会中奖 这样子到底好不好呢 那我把它写成了一个小小的函数 好那这个函数呢 它是这样子的 SET 然后这个 800 等于Function 刮辅 那 这就是告诉电脑说我要建立一个函数 函数的名字叫这个SET800 然后建立一个函数 那这函数呢 这里面它开始就会去分几个步骤 那当然它指令不是用中文写的 我这里只是用中文去解释 它第一区一样就先开一个奖 那叫做一个开奖号码 然后呢 再来下一区呢 就是写一个回圈 一到八的回圈 去买彩券 那它的第二区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各买一张 然后前面的第一区 选六个号码就随机去选 随机去选 然后再来第三区就去检查 我这八张是不是会中奖 然后最后呢 要请电脑再输出 这八张各中了多少奖金 把这些奖金加起来 那详细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R软体 刚刚的过程我们可以 把它清除掉就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SET800 这个函数 好 刚刚我讲的是概念嘛 那我现在把这个概念 稍微的对应一下 那这个SET800它就是一个Function 那它 N等于8就先写好了 我就是只买八张 那S也是拿来记录用 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空格 那Y呢 它就是直接 从 这个 1到38选6个 的数字 那它第七个 再把它加进 这1到8随便取一个 好 Y就是那个开奖号码 再来 我就从 回圈 1到N N是8 所以呢我就来买八张彩券了 这八张彩券第一张 彩券的前六个号码就是随机去抽 然后sample 随机去抽 那它第七个号码 我第一张 I是从1到N嘛 那所以我 第一张彩券 的第二区 I就是1 I就是1 那我这个 第一张彩券的号码就决定了 然后就请电脑去判断 请电脑去判断 这个第一张彩券 它的前六码 跟你的 这个开奖号码前六码 它们的这个刚刚讲过交集的个数 如果是六个的话 恭喜你 不是中头奖 就是中二奖 那如果是中六个的话呢 再继续判断 连第二区都相等 那S呢 就把它重新记录为一个数列 新的数列哦 就是把刚刚的数列 再加一个1这个数字 那如果 这LS就是说 如果第二个 逻辑判断是错的 就是你第二区其实没中 那我就记录成 2 S这个数列记录成2 就代表说你中了2奖 那如果你没有满足前面这个 逻辑判断 就是你第一区没有中六个数字的话呢 你就会挑到下一个判断 你是不是中五个数字 如果没有的话 再挑到第三个判断 是不是中四个数字 那每次中完以后再去判断第二区 有没有中 这样子 那这个最后的这个next 就是说如果我判断出你第一区中的四个数字 第二区呢 看是有中还是没中 那 他就直接跳出这一张彩卷了 开始去计算下一张彩卷这样子 好 那 那 如果前面都没中 那我就记录这个 是得到0元这样子 那因为头奖跟2奖的金额不知道 所以呢我头奖就记录1 2奖就记录2 那其实 也很难出现1跟2啦 那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这个SET 然后 800 输入进去 叫电脑来抽一次 抽一次呢 得到200元 就是说你这次花了800元进去 最后 你可以拿回多少钱200 那我们可以请他多做几次 这一次呢 就拿回100 再让他再来一次 这次800元进去 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一次呢 是 可以拿回200 像这样子 而这次什么都没有 这一次呢 拿回100 这一次拿回100 每次都这样子 按 也有点辛苦 能不能让电脑一次重复个100次呢 我想看看100次的结果 到底 这个 小全餐的绩效如何 那指令在这边 它其实就是 会让我去做 刚刚这里是做了 八次嘛 那刚 刚刚输入的这个指令呢 它就会让这SET800 去做了100次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Z 叫它显示 全部展开来好了 Z显示 我们 买100次小全餐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就是 你100次小全餐得到的结果 诶有一次中到15万 这 这还蛮特别的 我们可以再来试一次 重新跑这个函数 一次 好 这时候再来看Z 的绩效如何 这比较正常 就是你花了800元 大概就拿回100啊 300啊 200啊 这样子的结果 0元的 也蛮多的 那我们可以再让它跑一次 Z 再让它跑一次 好 对 这也比较正常 就是这个都是 100 200居多 你花了800哦 最后只拿回100 200 然后要拿回800是很少的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再输入一个指令叫做Table 它可以帮我们统计一下 这里面的100总共有几次 200有几次 所以这就很清楚了 这是你 花了800元的小全餐买了100次以后 其实呢 有37次你只会拿到100元 有28次呢 你会拿到200元 然后再来 拿回300 400 500 800 1000 都很难 很难 好 这就是我们对于小全餐的模拟 那现在呢 我们赶快来看看 如果是随机买 这是SET 800 这是小全餐的模拟 下一个就是Rain等N Rain等N 那它其实跟 我们小全餐是差不多的 一样是花800元去买威力财 可拿回的钱 那只是说你最后第二区 你是随机的 你不会说每个数字各买一个 那比较特别是N等于8 这个地方可以改成N等于1 那就是只买一张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看 这个Rain等N在这里 让它去执行 好 这个Z看一下 诶 再让它再执行一次好了 这个Rain等N真的会比较差吗 Rain等N 有没有比较差 其实这样子 可能是看不太出来的 我给它Table一下 我看Rain等N还有4000的耶 所以跟刚刚这个 这个上面是还没Rain等N嘛 这个是 小全餐的结果 其实 Rain等N好像并不差 那我们还可以再用 画图来看看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画图一下 好 这个是在说什么 这个是在说我用随机去买100次 那这100次里面有的可能是 200块就中200块 中200块就中到400就是 你每一次就买8张 那8张的总和回来400 那 这个可能就是 超过1000了 那随机起来的感觉是这样 小全餐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小全餐真的有比较好吗 我们再继续来看看 再让它跑一次 随机是这样 小全餐是这样 再跑一次 随机是这样 小全餐是这样 小全餐的概念 每一个第二区都买到 似乎会让我们觉得 在获利的时候会比较平稳一点 就是比较不会 有的时候很多 有的时候没有 比较平均一点 但其实我们模拟起来 这个图形我们这样看起来 应该是没有明显差异的 没有明显差异 就是我们的随机跟小全餐 其实是差不多的 很多商家的广告 到底真不真实 我们用模拟就可以 真正的很清楚的去 去判断 好 那再来我们也对卫利才作为一点几率分析 所有的开奖组合数就是 这么多 38取6 乘以第二区8种 这么多种 2208 5 448种 好那这也就是我们在新闻上常常看到的 有这么多种 你要包牌 你就是要把这2200多万 再乘100 对不对 所以你要花超过22亿 你才可以把所有的组合买下来 好 那 我们可以来看看 头奖就是一种 2奖就是前面 你要全中 6个你要全 选 然后后面的7个没中的 你要随便选一个 所以2奖有7种 然后3奖 6个里面你要中5个 然后呢后面没中的你要选一个 然后后面第二区你要中 第二区要中 这么多种 那4奖呢就是前面6个要中5个 后面32个不中的要选一个 再来第二区你要选那些不中的 有这么多 好那这个分析起来就是 这样的结果 那8、9铺奖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 总共呢有这么多种 那我们把这么多种去除以全部 2208万多 这么多 所以中奖率 你买一张威力彩 其实呢10张里面大概 会有一张换成现金的机会 10张大概有一张 那是威力彩的机率分析 再来呢我们还可以再分析一下这个威力彩 它的这个 机率去乘上金额呢 就可以让我们去思考 我们花了100元以后 到底有多少钱 在这100元当中也有多少钱 去了这不同的奖项 所以呢就是3456789铺奖 我们100元中大概只有1.3块是去删奖 然后呢其实有 5点多块是去铺奖的 好那做这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第一个 每100元根据它的规定 有45元就拿去做公益等等的用途 其实只有55元算入总奖金 那刚刚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 三奖到普奖这边通通加起来 就是大概 21元其实去发给这些奖项 21元就是发给这些奖项 所以呢 大概只剩33元给头奖跟二奖去分 然后他又规定二奖是分这33元的11% 然后头奖分89% 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买100元 大概有30.2元会进入头奖 那有3.7元进入二奖 这就是我们买威力财的结果 好那对于威力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呢我们要对于这个 诈骗的投资案做一点介绍 好那刚刚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你想要中威力财 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所以呢大家来看看 这个是网路上 其实层出不穷 这种诈骗的新闻非常的多 看看他的报酬率都是非常高的 假设有一种这种虚拟货币 北特币这个 你只要投资10万元每个月就可以领回1万 那每年可以领回12万 投报率120% 哇塞那相比下我们现在定存才多少 定存有没有有没有2% 所以呢这120%实在是很惊人的一个投报率 然后他就说保本保习风险低 你推荐好友参加马上就送你1万元 那你要不要投资呢 OK 我们来看看这有什么疑点 第一个 他既然有这么好的赚钱方法 那他为什么不要这样 银行直接贷款就好 用你的10万块他每个月要发你1万块 这一年要发12万 他其实这个利息都比银行贷款还要贵啊 那他为什么不要跟银行贷款就好呢 还有什么疑点 这个股神巴菲特的投报率 这网路上都查得到 大约是20% 那你把股神压着打 这有可能吗 再第三个 他的假设他的虚拟货币会飙涨 你是怎么预知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疑点 好 除了刚刚讲到这个投资这个虚拟货币 还有像这种是跟单的这种话术 那这个我们就很快大致的看过去 就是真实案例 这是警方提供的 这个被骗的人 他一开始就是去询问 这个投资课程的内容 他就看到广告嘛 获利很多 那想看看有什么风险 那其实这个态度是很正确的 你要做什么投资 第一个一定先看风险是什么 这个态度是很正确的 那来看看这个 诈骗的人 他就先问他怎么称呼啊 小明 然后他就问他说 你要询问什么内容啊 他就讲了一些令人无法否定的话 他说每天你只用一千元就帮你赚五百到八百元 你会排斥吗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排斥吧 那他说如果你不排斥的话 就替你解说一些内容参考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没办法说他 会错吧一千元赚五百八百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他就说呢 对啊就是说 还不需要交给我们什么费用哦 什么钱你都可以随时领回去 当天就可以回本 一千块一直增加收入 相信不过分 哇这些这些话真的一点都 一点错都挑不出来吗 所以呢这个人大概就开始想说 一千块也没什么那就缴一次吗 他说只要缴一次存在平台 想领一样可以领 哇这真的听起来太棒了吧 那他就开始问他说 怎么输入呢 他还说去爱蹦啊 这听起来好像也很正当的一些管道 去列印缴费单输入就可以了 就按照他的方法去缴费了 他就说帮你核对资料没问题了 然后就问你说你要参加什么样的方案呢 那他就参加 诶 入金十万元的课程 他说好你现在方便吗 把那个钱入金进去 待会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赚钱了 好 他 他就傻傻的 刚刚不是说一千块吗 现在怎么开始缴十万块 他就还继续砍下去 那他还小心的提醒他说 诶 我帮你 申请了这个跟单 就是说跟那些很会赚钱的人的单 跟单的程式已经申请下来了 你要注意信息不要不回我 待会你准备要赚大钱了 然后呢 你就先退出这个会员群 转到这个带单房以后 就跟他讲一声 好他就按照的退出了 开始就发现不对了 诶 怎么钱不对了 他也没有赶快说 啊你被我骗了 不会这样子 他还是说诶 赶快去查一下失败的原因 那很紧张很紧张 他还说哦 原来是你刚刚有什么指令错误 还 害我被工程师臭骂一顿 还装可怜 那你有没有办法跟好呢 然后呢 如果你跟好的话 就再汇一次十万块 那刚刚 就你可以获利的钱呢 就一样 不会白白准失 还帮你增加上去调高十万块 可以去赚大钱 然后呢 这时候 常常就没钱了 然后他居然还说你有信用卡吗 车子吗 然后就 无回应了 OK 这个 是 层出不穷的诈骗的案子 一直都有 大家上网去查 一直都有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最常见的这个骗局 称作庞氏骗局或是老鼠会 那它是 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放一笔钱进去 比如说十万 然后呢 你每个月就可以开始领回很高的报酬哦 比如说领回一万就十趴 那一年就一百二十趴 对不对 那还有他通常会有这个人头奖金 你只要拉了人进来 你还另外还有奖金 你拉了一个人就一万 两个人两万 好 那比如说 他成长的速度非常快 就是一个 第一个月十个人参加 第二个月就倍增 第三个月又倍增的话 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现金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 首先这是第一个月 那因为有十个人参加 一个人十万 所以他老鼠会马上就得到一百万的资金 再来第二个月开始 人数从十人变二十人 所以呢 他又多了十人 多了十人 所以呢他理论上呢 又多了一百万 好 但是呢 他的这一百万里面 因为上个月的那十个人 他每个人开始要领一万了嘛 所以就要把这个 每个人领一万 总共十万拿回去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 上个月每个人你要拿一万回去 好 那再来呢 还有新增的会员 新增的会员十个 代表说 有 这十个人他们 进来以后你还要再发给 另外拉他们进来的 那些人的人头奖金 所以进来十个 其实你要发人头奖金十万 所以呢 加一加你的支出 就会是 二十万 那所以呢 你的这个进 进资产 他就会是原本上一期的资产 加上你这一期新增的收入 扣掉你这一期的支出 那就可以得到你下一期的资产 然后大家仔细看哦 这个老鼠会资产从一百万 变成 一百八十万 三百四十万 它是一个很可观的成长 老鼠会有没有在 生产产品做出任何的贡献 并没有哦 他就只是不断的去招揽会员 那大家把会员的钱 交给他 那他也付给前面会员 该拿到的那些钱 他其实这个老鼠会资产是不断不断的增加的 那你可能会说一个人 一个月变两个人 太可怕了 我们来看看如果增长率没有那么大 譬如说 只是多了0.5个人 或者说 一万个会员下一个月变成一万五千个会员 而不是到两万这么多的话 我们来看看结果 他还是很赚钱的 还是很赚钱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是一万个会员下一个月就是变成一万两千个会员 那他就是0.2 他还是很赚钱哦 老鼠会资产这么一直赚下去 大家会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集团他们其实一直在赚钱 虽然他们没有任何产品 然后他又发给前面的人这么高的报酬率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如果当哪一天 这个会员增长率就是可以被骗的人也骗的差不多了 一直下降 一万的人呢 下一集 只会增加到一万一千人的话 这时候 我们来看看 他的这个老鼠会资产 其实就开始在缓慢下降 到后来这个是负的 这是负的 负的 而且会负的很快 那如果 当他的会员 是成长得很缓慢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老鼠会资产很快就没了 所以 这个老鼠会 他存在是很有理由的 比如说他 会员增长速度很快嘛 大家看到这个这么能够赚钱 所以呢 这个 就会有人想要做这件这种事情 然后继续去骗人说来哦 来把钱给我 然后我给你多少多少的报酬 但是呢 只要开始骗不到人 像这样子 开始骗不到人他钱就开始缩损 所以这个时候 大概 就是整个骗局被揭露的时候 大概就卷款潜逃了 前面的人再也拿不到钱 好那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 就比如说 他增长很快的时候 看起来公司 就是增长也太多了吧 增长这样子就好 看起来公司一直在赚钱哦 那其实呢 这每位会员权益 就是把 净资产除以会员人数 大家要注意到 他可以看到 其实会员人数也在飙涨 那这样子算起来以后 其实会 每位会员权益 虽然公司的钱一直在增加 可是呢 每个会员权益其实一直在减少 一直减少 如果这个增长率在低一点 大家会看到更明显 这就是 老鼠会很可怕的地方 让你看起来公司好像在赚钱 其实你每个人 你平均而言 因为会员数越来越多 你每个人其实钱都是越来越少的 因为都发给前面的那些老鼠 好 那 这个就是我们 可以深度了解老鼠会的 一个ECL 档 那所以呢 我们最后来看看 这个网路上其实有好多的这个 投资诈骗案 有各式各样的 就用这些什么全新网路分析系统 看你看不懂 他说他 也不是诈骗也不是老鼠会 但是 这种看不懂的钱 你敢去赚吗 最新解套网路 获利系统 这根本也看不懂 那每天可以领2000元 像这种 普尔茶 这个普还写错 你根本没喝过普尔茶 你敢去做这种 80%的 回报率的投资吗 还有好多好多什么 交友网站也有啊 然后很多就是那种 新的虚拟货币 最近一大堆的这种诈骗都有 那请大家上网去搜寻 做这个小组报告 最后呢 希望大家可以整理出来 其实这个诈骗的投资案有这些特征 首先投报率太高 就把巴菲特压着打 这也太扯了 这一定要有所警觉 再来不用付出努力 你也不用去推销 你也不需要去做很多的调查 这家公司到底能不能投资等等 不用付出任何努力 你就会有这样的报酬率 你不用去卖东西 然后很复杂 到底怎么赚钱搞不清楚 然后呢 你找了一个人进去 就有奖金 所以你很乐于去找这些人 你就帮这个老鼠会冲高 他们新增会员人数 然后呢 还有这种 专找穷人参加 没有风险 他很炫富 还有公司才刚成立不久 然后急着说 机会不多赶快成交 这些都是警讯 那希望大家从这些资讯里面 能够自己把要注意的特征 给整理出来 那我们诈骗投资案的介绍 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的聆听 咱们 我扶着 你 没什么 我扶着